首先進入到我們的深度學習系列資料 這邊要跟大家介紹有一個專案叫做Rapid Detect 這邊我自己建立了一個dataset 我們會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跟大家介紹這個dataset的使用方式 第二個是會跟大家介紹相對應的一些不同的labeling的資料 怎麼去做賄賂 那可能就不是這個dataset 第三個部分開始會依序介紹 Fester RCNN, Eurov2, Eurov3,還有SSD 在不同的object detection我們該如何去做使用 最後我們還會補充Eurov4的部分 首先Rapid Detect是使用我自己拍攝的兔子資料 建了一個小小的資料庫 這個是for大家去建立一個小型的 深度學習的一個模型所使用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看一下這個dataset 這dataset呢目前我在Gear上面呢 所擺的是兩個不同的size 分別是416跟608 那它對應到的是eurov3的darknet19 是608的格式 那tinyeuro是416的格式 那我有先做一部分的標記 那我是使用608進行標記的 那這個網址呢這個專案呢 等一下也會提供給大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專案的內容 那以下readme是這樣子 就是資料下載的話呢 請大家去選擇416或是608 那我其實有train一部分的模型出來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下載模型去做train 然後第二個呢是在演算法部分呢 分別有Fester RCNN, SSD, Eurov2, Eurov3 那未來會加入eurov4 但eurov4會需要使用到2022a的版本 因為它比較完整一點 那已經有標記的資料呢 是rebitmyself608的mate檔 在這邊 然後這些相對應的 spfesterrc1,spssd,speurov3,speurov2v3 然後這個是setup的Ulimin 請大家先看這個 然後這個是modeldownload的部分 那使用的流程呢 你可以自行標記資料 你可以用image label的標記 或是說你載入rebitmyself608 那載入這個的話 需要變更一下路徑喔 因為我的路徑 跟大家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模型的話呢 你可以自主訓練 也可以使用picture model進行測試 那在影像的部分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那你可以進行幾種不同的標記方法 第一個呢 就是單純標記畫面上兔子的部分 因為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把這個兔子分成兩種不同的 呃 或是多種兔子來做標記 比如說這個是一種 然後這個是一種 然後這個是一種 那比較多的這個兔子的照片呢 分別是這一隻 然後這隻叫兔寶 然後這一隻叫二寶 然後這一隻叫二寶 那我們來看一下底下這張照片 那以兔寶為例 它是一隻奶油兔 然後它其實是一隻垂耳兔 所以它耳朵是垂垂的 那以二寶為例呢 它是一個 也是迷你兔 可是它不是垂耳兔 所以它耳朵是直的 然後毛色是黑棕色 所以呢 我們可以去透過這小型的資料庫呢 去標記然後並且去訓練這個模型 那這邊總共大概有124張的影像 那我們可以去建立一個小型的模型 那為什麼會那麼少張影像呢 那目的是因為 我們在比較就是龐大的模型裡面 我們會需要用到比較大的GPU 那如果比較少的標記資料 我們就可以比較容易的做訓練 但相對應來講 在一些比較深的模型裡面 我們可能訓練的效果比較沒那麼好 好 那以上是這個Rabbit Detect的物件偵測的部分 關於資料庫的初步的介紹